鄭志強議員 多謝主席 行政長官閣下 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下午好 國家十三五規劃 再次提出了支持澳門建設 中國和浦宇是國家商貿合作的服務平台 很清晰 是中國的一個平台 澳門特別行政區 應該全力以赴 完成國家賦予的光榮的使命 發揮好這個平台的角色 並藉此為澳門經濟色度多元化 注入更多元素和活力 國家賦予我們這個平台的使命 除了因為歷史原因 我們和浦宇是國家 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之外 還因為澳門有不少人懂得浦宇 但是最近社會上不少聲音認為 澳門嚴重缺乏中蒲商與人才 特別是中蒲商與的法律人才 無論在澳門作為中蒲橋樑 為配合社會的發展定位 亦或澳門本身行政、立法、司法工作的需要 培養中蒲商與人才的工作至關重要 為此 請問行政長官閣下 特區政府對長期培養中蒲商與人才有甚麼政策呢 有否考慮制定在澳門推廣浦宇基礎教育的教育政策呢 會否考慮在政府開立特別職情 來鼓勵商與法律人才加入政府工作 以解決政府這方面的人力資源緊缺呢 多謝 請行政長官閣下 多謝主席 多謝鄭志強 議員的提問 我想中蒲商與人才近來是一個比較大家談及多的問題 據一個初步的調查呢 就在政府來說呢 我們由於工作量大 以及新增的工作項目等原因呢 需新增 中蒲翻譯員呢 是達到126名的 大家可以看到政府依然呢 是很需要商與的 法律人才 剛才提到我們怎樣去培養這些商與的人才呢 政府其實一直很重視 培訓這個中蒲商與的人才 也都是有一定的基礎的 在我們未來的五年計劃裡面呢 我們也都會很重視呢 是希望構建這個亞太地區蒲羽人才的培訓基地 而這個工作呢 將會交給社會文化師去領導 來做的 但在這裡我想講一講就是 其實 從學語言來說 我們首先從非高等教育去看 工校是需要以中文和蒲文教學的 意思是公立的 非高等教育機構 而私校或者中文的學校呢 大家也都知道呢 其實我們的教育青年局呢 是會提供這個蒲羽的老師 來給他們呢 是可以開這個蒲羽的課程 而支持私校開設蒲羽課程 派著的老師的專項資助呢 根據我們的統計呢 一五一六年 學年呢 是收讀學生大概有三千八百 而呢 同比是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而政府支持學習蒲羽的呢 也都在課餘的有開辦初中高強化的課程 每年也都資助我們的中學大專學生參加澳大的蒲羽文化課程 也都是制定了小學初中高中蒲羽文化的基本學歷要求 同時呢也增加了在這個大專助學金的各項資助名額和金額的 其實政府是 基本上來說 在過去一段很長時間 大家都很清楚 是提供了機會呢 去學習蒲羽的 主要是一個選擇的問題 我相信 但這個也是 大家看得到 譬如公立學校的 飛高等教育機構 它是有這個 中文 蒲羽的 但是 其他的學校 我們怎樣能夠 鼓勵多些去學相語呢 其實真的是一個選擇 這個選擇不單是一個學生 我相信是家長 都很重要 他選擇去學 什麼的語言 同時大家也都知道 很多 現在我們的 非高等教育機構的同學們 是學中文和英文的 而且 我們現在 也都是 是看得到 基本上我們是提供機會 但是 學習語言來說 如果在非高等教育的階段 能夠學習了基本 對它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 這樣去 一步一步成長 當然我們會繼續 增大這個 大專措學金的名額 可以去到 蒲羽的國家 就讀啊 拿這個 高等教育的學位 但是相信在這個 整個 整個亞太地區埔育人才 培訓基地 成立之後 我們會更推出 無論在政策措施裡面 加大力度去支持 澳門是有經驗 有能力 也有條件 成為這個 培訓的基地 我們也都 長期以來 和普通亞共和國的關係 非常良好 我相信也都可以 透過我們的關係 聘請到他們的 私資 現在最重要的 其實是一個選擇 就是能夠有多些 學生選擇 學這個相遇 怎樣鼓勵到他們 去學這個相遇 我覺得 還是重要 因為我們是一個 很多元學制的 他可以去選擇 而高等教育 大家都知道 現在的學科 很多 有很多的選擇 你怎樣去選擇 要學這個相語呢 或者學一個專門的語言 翻譯等等 這個我想 可能我們也需要 思考一下 一系列的鼓勵措施 是怎樣能夠鼓勵到 有志的青年 能夠投身 入這個專業裡面 機會有的 選擇也都有的 但是這個 我想需要進一步 除了是政府 民間也都要看看 怎樣 合力去做好這個工作 剛才鄭議員 所提及的缺乏 這個是事實來的 剛才我講的數據 政府都缺乏這麼多 所以其他現在 葡羽系的國家 也招聘很多這些人才 希望能夠加入的 當然 除了商譽人才 商譽的專業人才 也是一個 很可視的專業 在很多地方都聘請 多謝主席 好 多謝長官